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來慶祝國家生日 由超馬好手組成的猴子兵團 今年是第三度來慶祝國慶而跑 昨天早上10點10分 有20多人從宜蘭火車站來出發 要長征123公里 重點是在海拔了3742公里的南湖大山 路上一直都下雨 又紛紛都撤退了 最終是由團長林慶華 以及隊友林俊良 今天早上9點在南湖大山 成功登頂升國旗 比預定提早了一個小時 完成了終極任務 一二三上南湖 一二三上南湖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雨下的不停 仍將呼吸這群猴子兵團的熱情 在108年和109年 也都跑了123公里 登上了雪山主峰 來慶賀雙十節 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而暫停了 今年重新再出發 決定要跑上南湖大山 猴子兵團團長林慶華表示說 這次遇到東北季風會有一點壓力 但是還是有機會可以成功的 謝謝 其實那次還是我們也是解決了 也是解決了這個問題過了 那我們希望這次也是能一如 例如過往的一樣 那今年我們比較特別 我們多用我們自己的隊伍 這個隊伍就是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就是說 我們享受在跑步的生活這樣子 然後為了雙十而跑 然後背後是 跟跑步的精神來過生活 那呈現我們從一陽火之彈 到南湖大山的情景 用宜蘭的熱情的下雨 南洋雨的熱情來跑更遠的 好 更高的山來慶祝國慶祝 神人才能夠做到的 所以說真的是不可思議 要有超級的體力跟經驗 二十多位超馬好手 想要達成這個目標 可真是非常不容易 頂著風雨在宜蘭火車站前 搭起了人形拱橋來出發 將展開一百二十三公里的路程 從宜蘭火車站出發到聖光登山口 大約有八十六公里 而這段路已經消耗掉 這群跑者大部分的體力了 而途中還遇到了土石流 仍有十位跑者繼續推進 啟動越野跑的模式 但是在高山低溫又加上雨勢不減的情況之下 凌晨就有跑者紛紛都撤退了 不急不急 謝謝 快快快 在馬路上的十幾個小時 大家身體已經開始發冷 然後陸續有些隊友發生高原反應 然後大家只好無奈 請責下退 一段是有一點想睡啦 但是被兩個神人壓著啊 還是一直走 剛才把我叫去中 我也不可以睡 然後他就一千以後把我抓到 那我就 逆風前進的團長 林慶華和隊友林俊良 今天早上雙十節的九點 在南湖大山登頂成功了 比預計提早了一個小時 這個消息傳回三下 朋友們都高興歡騰 我們終於來到這裡了 能在這邊升旗 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這真的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事情 但我們完成了 希望可以順利的回到登山口 謝謝大家 感謝團長的邀約 雖然很辛苦 但我覺得值得 而在下午的四點五十分 登頂的兩位泳者 也安全地回到了聖光登山口 完成了此次的終極任務 有沒有感覺會快失溫的 有 但是為了要完成 我們再跑快一點 就稍微就是有把溫度拉起來 是不是南湖北山也算南湖 但那時候天有開一下 我們決定還是去完成任務 這樣子 一單新聞記者南下爐採訪報導 謝謝 全村的希望 感謝你們